歡迎各位 今晚出席我們人民講談的節目 我們今晚很高興 找到我們人民學會的老朋友 梁剛耀博士幫我們主講 今晚的題目就很特別了 是講旅行哲學 我自己不在行 旅行哲學 不過題目對我來說是很有興趣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旅行 旅行可能有很多種的 不知道今晚梁剛耀博士會穿哪一種 例如我自己一般的旅行就是外地旅行 外地旅行之外 例如我自己喜歡閒餐 那算不算呢 我想今晚梁剛耀博士會在旅行的定義那裡 或者在閒語那裡都會去講 另外我估計都會講一下 例如旅行的價值 意義等等 這個我知道是比較新的一個關於哲學的題目 我們很高興梁剛耀博士跟我們今晚做一個分享 OK 我以下的時間就交給梁剛耀博士 OK 好 謝謝 OK 我們開始了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講一下自己對於旅行的看法而已 叫就叫哲學啦 那麼多人在哲學上面是有人討論這方面的問題的 但是我們今天只不過是 可能是輕鬆一點 簡單一點 講一下旅行的一些 好像剛才阿博叔說的價值或者意義 還有我想我今天講話應該都不是很多這樣 所以呢 所以就可能大家可以多一些表達意見或者討論這樣 OK 好了 其實我喜歡講些什麼呢 就會講一下旅行的一些分類啊 旅行的價值啊 或者意義啊 像剛才博叔那樣說了 或者講一下自己對於旅行的一些經驗或者體白這樣 那我想 剛才博叔提過 很多人都喜歡旅行的這樣 我想 香港人都很喜歡旅行啊 但是現在疫情關係呢 其實我們應該有差不多一整年沒有過旅行的了 是吧 所以很多人都不是很習慣這樣 好了 但是在現在去不了旅行的時期呢 那我們可能最好就是去反省一下 或者想一下呢 旅行的價值或者意義在哪裡這樣 好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了 那我首先就是引一引一下奧古斯丁 他對旅行的說法先吧 奧古斯丁就是一個中世紀的神學家 一個很重要的神學家 那他對於旅行的有個看法就是說呢 他說呢 世界就好像一本書那樣的 一本很大的書 但是他就說那些不去旅行的人呢 只是讀了其中一頁這樣 那什麼意思呢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其實呢 我們要認識這個世界呢 就要多些旅行這樣 那這個說話 我們今天講得對的 比如我們有個說話叫做 讀萬卷書不如下萬里路 是吧 就是類似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你想回奧古斯丁 他當時那個年代呢 因為當時的科技 沒有說有火車、飛機那些科技啦 其實他們要去旅行呢 其實都很困難這樣 或者他們認識這個世界呢 就只是靠讀書就不夠了 那就要去旅行這樣 但是旅行呢 又是不容易這樣啦 好了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同啦 今天就算你不去旅行 其實你上網 你看電視 或者看書這樣 那很多東西你都知道這個世界 那很多人去旅行不是單是認知性的 是吧 他還有很多其他事情的 但是如果就這一點來看呢 那我們都要同意 奧古斯丁東 特別是在他當時那個世界 因為沒有那麼多那些互聯網啊 通訊那些 那你要認識這個世界呢 真的要親自去旅行這樣啦 好啦 但是 其實有一個哲學家呢 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從來都不去旅行的 甚至乎呢 他連他出生地 他都好像沒有離開過這樣 那這個就是康德 一個很出名的哲學家啦 我不記得他那個地方在哪裡啦 他住的地方就是 他叫德國啦 但是現在呢 其實我聽說他住的地方是 現在是屬於蘇聯的 就是在蘇聯的版圖那樣啦 就是 可能就是德國跟蘇聯那個交界 但是現在呢 就滑了蘇聯那部分啦 那一個這樣的地方啦 那他從來就沒有過旅行 甚至乎呢 他從來呢 都沒有離開過出生地這樣啦 那 但是康德就很豐富知識啦 那他的知識當然 當然就是來自書本的啦 那這裏可以講 講 不是跟自我 很大的關係啦 但是我們可以想一下究竟 為什麼康德他去不去旅行呢 這麼奇怪呢 因為他根本就是 連故鄉都沒有踏過那步 那啊 阿彪叔有沒有 有沒有 了解過啊 因為康德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啊 那些前記那些就 就是有看過啦 但是 就是這方面我沒有 我很遺疑 比如他為什麼這樣 這樣啊 但是他很多很奇怪的啊 比如說 喜歡很定時去散步啊 那些人當是鬧鬚那樣 去教那樣那一類的啊 那但是 單單不去旅行這裏就沒有 忘記了啦 就是現實國 也沒有懷疑他怎麼解的啊 那這樣有趣的啊 因為 因為康德其實是一個求之欲很豐富的人來的 就是 很想他了解這個世界這樣啊 當然他看很多書啦 那但是 還有呢 順帶講講就是 因為阿彪叔他最近做的就是有兩個 有兩個課程 一個就是康德 這個就是維根斯坦這樣啊 那如果你比較康德和維根斯坦呢 就有些很有趣的就是 喏 維根斯坦呢就是屬於天才型的哲學家的 就是他很年輕呢 他就有些很創新的看法 就是很影響性的看法這樣啊 就是 他在那裡 不是讀那麼多哲學史 或者讀那麼多哲學呢 就對於哲學有些很重要啊 或者很大的影響的看法這樣啊 有些很困難的啊 那但是 反過來 康德就不是的 康德呢就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康德三大批判呢 都應該是去五十歲之後寫 是不是 甚至六十歲啊 我沒有記錯了 不是啦 不錯啦 總之就是 就是好像他一直呢 就是沒有什麼重大的著作或者看法 但是呢 到了五十歲之後呢 就很厲害了 就講了三大批判啊 連續這樣 當然是一段時間啊 但是 如果這樣看呢 那康德就是屬於一種 我自己叫做呢 一種叫做 累積型的作家 就是他不是 好像維根斯坦那些 很年輕 很年輕 就有一些很驚人的看法 他不是這樣啊 他最懂就是慢慢累積累積 就是累積到五十歲呢 他就可以很厲害了 就講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 好啦 那我回到之前我們的問題呢 就是 八卦一下就是 為什麼康德一個求之欲這麼強的人 他竟然不去旅行呢 那樣 好像有點奇怪 因為你很想知道一些東西的時候 那你只是看書本呢 其實 就算今天這個社會也不是很足夠的嘛 那你去旅行去體驗一下呢 那個感受是很不同的 那我就自己猜啦 我只是猜想而已 那我猜呢 可能有兩個原因啦 就是 第一就是聽說呢 康德的身體一般的 就是比較散一些 那可能去旅行呢 因為他當時去旅行就是 不跟我們現在旅行 我們現在旅行就很舒服的啦 但是在十八世紀旅行 雖然就是比中世紀好一點了 但是其實都不容易的嘛 就是你那些交通工具那些東西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剛才阿貝叔提到的就是 康德就是一個很定時的人來的 就是他定了很多時間 什麼時候就起床 什麼時候去吃飯啊 什麼時候去散步啊 什麼時候去讀書 他定好那些規矩這樣 好了 那個懷疑會不會就是 因為如果你在旅行呢 你所有這些定時的東西 你都做不了啦 因為你不可以遵守這個模式 因為很多時候受很多東西影響啦 我猜想可能就是 這兩個原因 令康德為什麼從來沒有去過旅行呢 那這樣就有些弊的 因為 為什麼有些弊呢 那些 阿貝叔最近是在講康德那個第三批判 是講美學 講藝術那些東西啦 那我發覺呢 康德他講藝術呢 就是康德他的那個 他的美學當然有重要性啦 因為他那種抽象思辨呢 其實是有些 就是說他有一些看法走出來 但是由於 他對於藝術的知識呢 比較頻繁 因為 因為你這個藝術呢 就是 你只是看書是不夠的 我猜就算當時那個印刷品呢 都不是多好啊 就是很多藝術的圖畫未必會有看到啦 就是如果講畫的那些東西啦 所以藝術呢 就是 就算今天我們那些 你上網看啊 或者你看書啊 你看到很多藝術的作品 但是都不及你親身去到藝術館 或者你真實看一張畫呢 那麼吸引 或者那個體驗那麼深刻的這樣 在這方面呢 康德講到藝術呢 他就比較差一些 甚至他舉不到什麼實例的 那當然 康德設定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想抽進詩辯呢 同時呢 又是 讓他講了一張藝術的很重要的價值啦 但是他始終抵了 就是因為他沒有那些 如果你將康德和蘇本華比呢 那蘇本華呢 就是 講藝術就好過康德很多 因為那個好的意思是講那些 具體的藝術作品啦 具體藝術的欣賞這樣啊 跟他理論之間的關係這樣 好了 那我們回到正題了 現在的那裡 講到康德那裡呢 其實我看時有些comment 就說他舉例 第一 你好像說真的舉不到啦 就是他看得少 第二有時候舉錯的 就是你看書聽人講的 就是有些人會說得對的嘛 沒有看過那邊講的就是 所謂很多人說他的例子經常都舉錯的 就是始終不是自己去親親接觸的那樣 是的 就是康德 康德去講美額是有這個問題啦 好了 那我繼續啦 好了 那 雖然康德就不喜歡旅行啦 但是他就不表示 他覺得旅行沒有價值的 不過他自己可能有某些原因 令他去不了旅行 或者他不是那麼容易去到旅行啦 但是有些作家呢 當然是少數啦 他是否定旅行那個價值的 例如是誰呢 例如是一個羅馬時代的作家叫塞萊卡 他是屬於我們叫做斯多亞學派 就是那個學派的作家來的 他寫了一本書叫《論旅行》 那這本書呢 其實他是對旅行是一些負面的看法 甚至是否定的 否定旅行的 例如他提到就是 他那個旅行呢 不過是分散我們主力的那樣 就是你去旅行 好像你看到一些很新鮮 很特別的那樣 不過是這樣的 他對我們呢 實際上是毫無好處的 因為他的說法就是說 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好像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你的環境變了 但是呢 你自己根本沒有改變到這樣 所以他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如果你根據那個 那個斯多亞學派的說法呢 最重要的就是改變自己的態度 你才能真正改變自己 那他覺得去旅行呢 其實是做不到一樣東西 那樣的 就是旅行 甚至有些虛假 對於他來講 就是我們以為可以改變到的東西 其實是改變不了的 因為你改變環境是改變不了自己的 最重要的就是改變自己 那麼怎樣改變到自己呢 就是要真正改變自己的態度呢 因為斯多亞學派就是一個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這樣的哲學思想 就是它要保持 我們內心的那個穩定的那個平靜 就不受外界的任何的影響 那樣的 就是最理想的就是這樣 所以呢 旅行都覺得這些東西根本是不重要的 甚至是 如果以為旅行有些很重要性影響到自己呢 其實那個想法是錯的 最重要是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你保持到內心的平靜 就不受一些外界的影響呢 這樣才是正確這樣 那麼我會覺得 他這個說法是有點誇張啦 那麼他這麼否定 旅行的價值呢 那似乎就是跟他本身的哲學 他那個哲學主張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好了 那麼 或者我們看一下這兩個字 那麽有時候我們講旅行叫做旅遊啦 那如果我們看回中國字呢 就是我講古代啊 其實那些字是單字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道德這樣啊 我連同一起講 但是在譬如孔子年代啊 老子年代呢 道和德是兩個字來的 就是道在一個字 在一個意思 德另一個字另一個意思是分開的 那麼旅遊都是的 譬如說說孔子啊 或者老子年代呢 旅和柔呢 是兩個不同的字來的 那麼我自己這樣看的 我覺得柔呢 就比較 傾向是講主體的一種精神狀態這樣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莊子講的蕭瑤遊這樣 在一個主體狀態 但是旅這個字呢 旅這個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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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就是指軍旅的 就是旅就是一個單位來的 就是大概是500人啦 但是有些書又會說是2000人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總之就是 他們自己一個 一個軍團的數目這樣 原意是這樣的 那後來呢 就引伸到呢 因為你軍隊就要行軍打仗這樣 那你就要去一些地方這樣 這樣呢 那就變成旅行了 旅行是一個目的地這樣 那旅就變成一個意思了 所以旅這個字呢 它其實是講我們 可能是講我們一個 要一些行程 是有某個目的地你要去的這樣 它是講一些客觀的事態這樣 但是遊就不是 遊就是呢 就是剛才我的說法就是 它接近一種主體的精神狀態這樣 那 當我們把旅遊合在一起呢 那很明顯就是 其實去旅行都是可以 令我們的精神狀態得到解放啊 都有那個意思在那裡了 但是原初是兩個不同的字來的 那 其實不是只是孔子才 不是只是道家才講這種精神狀態 其實瑜伽都會的 那我先看看 你還有那個柚子呢 就是 可能都跟藝術有些關係的 比如孔子都說 魷魚藝這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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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柚子都講多藝術的東西 起碼是最重要的 就是 都跟那個主體狀態的關係 那孔子其實都 都不是不重視柚這件事 剛才提過了 魷魚藝這樣 那這裡有一個例子就是 孔子對於春柚那個價值其實很重視 那個故事大概這樣 我都不記得 就是 在論語裡面有個記載就是 有一次孔子跟四個弟子在那裡聊天 那孔子就問 大家志願是什麼 那 其中三個呢 我都不記得那個 好像有指路一樣 座右一樣 有幾個在那裡講自己的志願是什麼 那最後到真點講呢 真點的志願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講春柚這樣 就是春天的時候 你借著這些人去郊柚這樣 唱歌啊 跳舞啊 那這個柚呢 就是 就是剛才講柚於藝 或者講一種精神狀態 就是你去郊的時候 就是講一種 很解放你的心靈這樣 那而孔子呢 其實就是 據解釋就是 孔子其實是最贊成真點這個觀點 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 人生的志向就是 如果做到這樣就最好這樣 所以你這裡看到其實 孔子也是重視那個郊的價值 或者是意義的 好了 那剛才我們講到 旅行在古代呢 其實就是 是很困難的 很艱辛的這樣 那就不是 就是旅和遊呢 其實不是 因為這裡講遊都是交遊而已嘛 就是你不是去 不是去一些很遠的地方去遊這樣 因為你去很遠的地方 其實是很困難的 很多交通 就是高山啊 大海的左隔這樣 讓你很… 就是它根本不是一些 輕鬆的事來的 是一些很困難很艱辛的事來的 所以 旅行呢 其實是 你不是為了去玩的 你是有些很重要的目的 你去… 你想去達到呢 你才去遠方旅行 應該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古人旅行有什麼目的呢 我們舉三個例子 它是孔子去周遊列國 它當然不是 好像我們現在 環遊世界去那種旅遊啦 它有一個目的就是 它想找一個從政的機會這樣 它就是找一個君主 就是想接納它的主張 就是想重建當時呢 已經崩壞了社會秩序啦 好了 另一個例子就是 這個原裝 唐三藏 好了 唐三藏大家知道 那個故事就是 它印度去求學這樣 其實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路程是很遙遠的嘛 就是很多… 很多艱辛啊 很多左隔這樣 那… 那… 同時就是 因為當時唐代呢 就是… 它… 那個邊關是… 關閉了的 就是… 如果你出國呢 其實就是偷渡 我今天講的就是偷渡這樣 其實是犯法這樣 就是… 唐三藏是… 就是它不惜 要偷渡出國這樣 它印度呢 其實它的好做目的就是 它要… 它要求學嘛 它要… 將佛學帶回來中土這樣 那就是… 就是… 沒有一些這樣的目的 所以你就不會真是去很遠的地方 就是所謂旅行這樣 當時來說 好了 那比如說司馬遷 司馬遷都是… 就是有篇明山大村 但是其實它都是一個目的的嘛 就是它要寫《史記》這本書這樣 它才… 它才走去周圍旅行這樣 那… 其實西方都是的 因為英文那個… travel那個字呢 其實它的原意就是艱辛 就是… 無論是中外也好呢 它古代旅行呢 其實都是… 很痛苦的 很艱辛的 很多困難的 甚至很多危險的 那你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你才會去旅行這樣 就不是真的去玩啊 其實是 就是跟我們今天那個… 旅遊呢 就是… 旅遊呢 就是…旅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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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旅遊呢 是不錯的 好啦這樣 nói回我們… 今天的… 這些… 現代的那個… 海ola那個… 都像, 東文香, 三 허� Anthem なんか… 因為它不單止是一個旅行社 它是出了旅行支票的 我記得我最初去歐洲的時候 都是有買旅遊支票的 因為當時在歐洲就是 香港你要申請送用卡 就很困難的 不像現在很容易 你要有入息證明 你的戶口有多少錢 你才可以 因為你才有credit 它有credit卡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 你就算還沒出來工作 那些學生全部都可以有credit卡 很不同 但是我當時都是沒有信用卡的 怎樣呢 就是你買旅行支票 OK 又安全一些 我記得我也有買過它的旅行支票 去歐洲旅行的時候都有用 它就是發明了旅行團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旅行團 這個就是一個先驅者 但是它原本其實是一個教士 那有一天它就是 突然想到就是 幫一些勞動階層 辦一個廉價的旅行團 就搭火車去某個地方 就是好像是 我不記得好像是戒酒會 好像類似那些東西 好了 那它就很成功 然後它就開創了一個旅行的事業 就是旅行事業 就是要為大眾提供一些休閒 或者擴展視野機會 那這個就是 現代旅行的旅行 如果是誕生 那它這間公司就是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十年之前 是撿了一顆這樣 當時還搞到很大件事 因為英國政府呢 一旦宣佈撿一顆 就是英國 它所有的活動都停了 所以英國政府就要 就要安排一些飛機啊 交通就接回那些在外地 那些英國人回到英國這樣 我還記得那些新聞 什麼名字啊 那間旅行社呢 就是Thomas Code 用回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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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Janny 知道嗎 Janny住在英國很多年 你開始在英國這間公司 還有的嗎 有有有有 但是在英國呢 就一定要買保險的 啊 一定要買保險啊 你明白嗎 就是所有英國 你去參加的旅行團 就一定要買保險的 還有 好像我現在回來香港那樣 我都要買保險 不過呢 就在網上買 那就是20磅而已 就給15個月的 那英國是買保險很便宜的 但是呢 如果你不買保險 你發生什麼事呢 政府不是不理你 記住 政府不是不理你 政府希望你自己去照顧自己 這樣 這個是你自己對自己的責任 還有當時Thomas Koch 其實我 我很難相信啊 政府不需要你呢 因為你是買了保險的 還有那時候 有很多飛機呢 你可以坐其他飛機 那時候 我不記得是 他是不是安排飛機說 他要接一些人 一些人回去英國這樣 不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因為他有一種的道德上面的責任 就是在英國來說 你買什麼東西都要講道德的 就是好像在Tesco買東西啊 或者Aster買東西啊 都是講道德的 所以他覺得不換給你 就覺得沒有道德 你本身不買保險 他應該是不會給你出境的 就是憑我幾億啊 憑我幾億啊 因為為什麼你所有的那些 packaging holiday 在英國很貴死便宜的 很貴死便宜 便宜到你想不到的 還有我們英國人 去到外國呢 就等於人家的10倍啊15倍啊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很便宜的 但是如果你不買保險 應該是不讓你上機的 還有那些飛機就不是好像香港那些飛機 不是這樣的 是那間公司叫Thomas Koch 它是有飛機的 那間公司叫做Green Places 有飛機的 就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如果你發生什麼事 你就去其它航空公司就可以了 好像我這樣 我很多時候經常都持上飛機的 你只不過補回50磅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搭你一架飛機 是的 但是可能只是給英國人 如果你是香港人 它就斬你 這樣 所以為什麼呢 通常我們說話 比如我本來懂得說廣東話 但是有時候他們的字眼 我都不是很明白的 我通常就是 那個special requirement 就說懂得說英文的 懂得說英文的 通常都是一些比較懂得法 或者知道英國人那種的special needs 這樣 通常50磅就可以了 有些實戰就不需要 不需要你再去加錢 這樣 因為英國坐飛機或者去其它地方 我可以這麼說是很便宜 便宜到你不敢相信 是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我們的傳統 我不知道 但是可能是因為我們使用英訪 使用英訪 當然不是表示 之前就沒有一些 那些人就不懂得去旅行 但是在未有這種現代旅遊線 出現之前 有資格去旅遊那些 旅行那些 就是一些貴族來的 好了 譬如這張畫 就是華鐸是一個法國的一個畫家 就是宮廷畫家 就是專門幫那些貴族畫畫 那這張畫呢 就是畫 這張畫我看得不清楚 就是畫那些貴族走去郊遊 那個島路去郊遊這樣 OK